接下來我們跟各位談的就是有關於天然資源有分類 這個會跟我們在理化要教的所謂的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基本上類似相關 有一種東西是存量有限用完就沒有了 這種叫做所謂的非再生資源 所有的礦產都是非再生資源 金礦銅礦、銀礦、鐵礦、石油礦、硬礦、巴拉巴拉礦 都叫做非再生資源 老師啊 你剛剛告訴我 金油某種地質作用就會負極 這邊就有好多的金銀銅鐵 那你以前有這種作用 現在也可以有這種作用啊 那我還是可以再有一些金礦銅礦銀礦啊 不是這樣子嗎 好 你這樣講算有道理 可是這個負極的過程需要很久 不要說太久 說百萬年了 只要一萬年就好了 你今天跟全世界說 我們今天鐵礦已經全部開產完畢了 我們再等一萬年就鐵礦會出來出來了 誰跟你等一萬年 所以對你人類而言叫做用完就沒有了 用完就沒有了 OK 所以它叫做非再生資源 用完就沒了 叫做非再生資源 那如果用完之後還可以繼續出現 叫做所謂的再生資源 課本上現在寫空氣、水、土壤跟生物 舊課本只有寫植物 舊課本只有寫植物 就是稻米啊 森林樹木這種 叫做所謂的再生資源 當初我們的課本在只有講植物 叫做再生資源的時候 它講了一句話 它說再生資源有個特徵 什麼特徵呢 它可以隨季節生長 可以定期收穫 可以隨季節生長 可以定期收穫 我當時又問學生說 那小豬可不可以隨季節生長 可以啊 那小豬可不可以定期收穫啊 咱們夠肥就把它 宰啊 所以 那小豬呢 能不能算算 算就算了 所以呢 其實動物也算 現在不用這樣教了 因為課本已經明示給你說 我們的再生資源 包括了空氣、包括了水、包括了土壤、包括了生物 當然包括動物也包括植物 這些 今年種稻子 稻子收割完 明年會有新的稻子長出來 所以會重新再長出來 所以稱之為再生資源 會再生資源 所以有個非再生資源 再生資源 考試 如果考試 就是問你說 誰是屬於再生資源 誰是屬於非再生資源 OK 那麼 水 有一個特點 有人把它特別叫做可再用資源 為什麼把水叫做可再用 因為它跟前面的再生資源不太一樣 我今年種稻子 長出來 收割完 明年長出的是新的一批稻子 跟原來的不一樣 不一樣 可是水不是這樣 如果扣掉少數意外 我們不交之外 基本上全世界的水就這麼多 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是透過我們在生物 在地理課本上所學過的水循環 在那邊反覆的使用 所以是同樣多的水 反覆的使用 所以跟前面那個會長出新道子不太一樣 所以有人特別把水叫做可再用資源 把水叫做可再用資源 那這是一個名詞一個分類的 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這又是跟各位說明 什麼叫做再生資源 什麼叫做非再生資源 什麼叫做可再用資源 會跟我們在理化課本要教的 再生能源跟非再生能源相關類似 這就是以上的內容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